欢迎回到关天下新闻 海巡弟兄们除了平常的海巡业务之外 现在更是积极地投入了社区公益 现在正值岁末寒冬 海巡奥迪安检所的弟兄们在副所长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独居老人家中关怀送暖 海巡弟兄们也协助独居长辈整理家园 并且提醒长辈天气冷了要多穿一些 也让长辈感到相当的窝心 在奥迪安检所旁坐落着零零散散的住户 而这些看似平凡的居民 有位独居阿嬷隐身其中 岁末将至奥迪安检所一行人 到阿嬷家中拜访并送上爱心便当 阿嬷看到这些年轻人 仿佛是自己的孙子一般 脸上笑容洋溢 好啦 好啦 谢谢啦 对啦 谢谢啦 感觉很感动的 接着一行人也着手帮阿嬷打扫家园 只见阿嬷很不好意思的说家里实在太乱了 不知道要从何整理 但在大家协助下阿嬷打从心底很感谢 在这原本只有阿嬷一人的屋子里 瞬间充满了欢乐及温暖的氛围 我们海巡工作勤务之外 我们也会利用平衡时间给阿嬷送爱心便当 也会利用情绪时机来帮忙阿嬷做环境打扫 然后也希望阿嬷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及过年的氛围 渐进台湾社会进入高龄化 为生育子女及子女未善尽照顾老年人逐渐增加 在海巡弟兄能力所及的范围 将会给予他们关怀及照顾 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还有这群海巡尖兵陪伴在他们身边 介续为共聊采访报道